毕业之后最舍不得的是什么 应该是舍不得这个舞台的紧张感 而且那个紧张感是从来没有过的 觉得一定要毕业才对我自己是好的 其实也不是 我们之前上《行体歌》教走路 你们还记得吗 就走路是我们最小的时候 就学会的一项技能吧 你们感觉自己很会走了 但是当一个人过来告诉你说 你要这么走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别扭 他真的就是教会你的时候 你会发现 哦 这样走路可能真的更好看一些 所以说什么事情都是 一个没有止境的状态的 就是你可能这次顺利毕业了以后 你下次毕业要怎么办呢 对吧 你不可能人生只毕一次业吧 你有二十次的业要毕 三十次的业要毕 就像你说的 如果这次没毕业 你可能要回去继续练习 我觉得这是个更好的事情 就是等于有人再教你走一次路 所以说如果真的没有达到那个地步 我们就继续修练 继续练习 班级里面最想感谢的人 为什么 大家也都知道 我肯定要感谢的人是AZ 我只是把你拉进来 那其实你还是要谢谢大家 因为我们可以走到现在 也是因为大家的努力 当我把大家带到了一个班级里面的时候 我觉得那一刻是我特别有成就感 特别开心的一刻 特别是很多之前不是我带过来的弟弟们 用各种方式就把你们骗到了新风暴里面 我们八个人进到那个房间的时候 我是觉得最开心的一刻 我觉得我最快乐的时候 是我们第一场G-HIGH的时候 那是我们第一个共同的舞台 上上之前我还记得我们每个人给了对方一个拥抱 感觉时间真的过得很快 走进宣哥的那个选人的那个房间 好像是昨天刚发生的事情一样 突然一下就要说再见的这种感觉 就要毕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